酥炸鯛魚與特調韻式醬汁 經過大火翻炒 陣陣飄香 最後還不忘加上秘密武器 櫻花 然後用中式的那種炒法 然後把它炒 然後再加上櫻花 讓它再提一個鮮味 鹽漬的那種櫻花 所以它偏鹹 只要泡過水之後 再下去做料理 雞蛋 小黃瓜鮪魚丁 與櫻花鮪魚松層層鋪滿 再裝點幾朵鹽漬櫻花 讓傘壽司有如花海 另外壽司捲也有神蹟 一刀切下 粉紅櫻花造型壽司超卡哇伊 甚至還將香蕉 蘋果和小黃瓜 包進壽司捲 噴槍炙燒後 逼出鮭魚負片油脂 擠上酸甜櫻梅醬 並撒上海苔粉 更顯鮮甜爽口 我們現在放的是 日本進口的鹽漬櫻花 連甜點也吹櫻花風 在起司蛋糕上 擺上滿滿鹽漬櫻花 再倒入晶瑩剔透的櫻花果凍 如同粉紅寶石般 顏值滿分 除了提供客人嗓音之外 也可以平常我們現場的櫻花料理 櫻花本身有淡淡的淡雅的鹹味 我們取它的鹹味 還有它的花形 來發想我們的甜點 讓人心花怒放的 還有這個生乳卷 融合鹽漬櫻花與草莓醬 交響出甘鹹滋味 女性其實是決定餐廳的關鍵人物 所以我們特別為女性在這個季節 設計了一些櫻花甜點跟料理 寄出夢幻櫻花餐 就是要讓韜客在舌尖感受 酪映繽紛 等待產經新聞綜合報導